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主持儀式 歡迎菲律賓總統亞基諾三世到訪 雙方隨即會面足及敏感的南海主權問題 胡錦濤表示中國在南海主權問題上的主張和立場是一貫明確 應該由當時國雙方協商談判和平解決 在爭議的決戰,有關國家可以積極探討共同開發南海 中方願意與菲律賓在內的東盟國家落實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將南海建設成和平之海 亞基諾說,南海問題並非中非關係的全部 不應影響雙邊關係發展和兩國合作 他希望問題左右解決,造福兩國人民 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 中非兩國穩定良好關係不應僅僅於鞏固的經貿關係 同時有賴雙方適當處理南海主權爭議的決心 以及避免在爭議上拖入第三方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與新聞行政人員協會代表會面 商討副總理李克強訪綱期間的採訪和保安安排引發的爭議 對於警務署長曾偉雄早前指 竟然見到黑影才在本能反映下用手擋著 並非刻意阻留採訪 協會主席趙英春指說法可笑,完全不可接受 已向保安局提出質疑 而唐英年回見兩國傳媒代表後表示 他早前的垃圾論受到外界猛烈批評 他反思事件澄清當時只是想強調 大區政府必須捍衛公民權利 絕對不認同政府侵犯公民權利的指控 看回當日的措辭和表述方式引起社會不滿 他日後會多加警惕 英國經濟學家信息機構公布最新的全球適合居住城市排行榜 1至3位依次是澳洲的墨爾本 奧地利的維也納和加拿大的溫哥華 香港就排31位,是大中華區排名最高的地區 中國大陸有8個城市上榜 排名最好是北京,排第72位 台北就排61位 調查涵蓋全球140個城市 亞洲排名最高的是日本大阪,排第12位 東京排18位,新加坡51位,首爾排58位 加坡林好記者 台北全球 陳返西 台北韓國 李宗飛 中文在坡51位 台北